親民黨前秘書長秦金生 病時一年多 手機號碼最近卻意外能接通 就連LINE也突然跑出來 我在禮拜二的時候 我忽然看到LINE 我說一看是我們秦秘書長 親民黨議員林郭成收拾手機 秦金生名字不變 但是底下的狀態注解 從原本上上落水 變成Candy寶貝 就有一點驚訝 可是我看內容又沒有什麼 所以我也就不以為意 那我當時第一個職解 就認為是家裡面用 原來是一名女子 向電信業者賣了手機預付卡 剛好接觸前進生的門號 前用手機門號註冊LINE 結果就不斷被 前進的友人轟炸說 人已經往生了 除非是家人 不用經過名號開玩笑 請問你是誰 電信公司回應說 因為依法門號繳回後 三個月就可以再使用 不要以你的門號為 作為綁定帳號 跟設定帳號為第一首選 LINE是可以用E-mail帳號 為你的主要設定帳號 然後電話號碼 當作是一個輔助跟認證的效果 除了不用電話綁LINE帳號 還有開啟阻擋非好友訊息 以及關閉 用號碼加好友 就能避免被騷擾 科技時代一號碼 一手機串聯 意外連出陰陽烏龍 這位華碩品全文台北報導